唯我独尊 传说释迦摩尼一生下来就很奇特 不仅会说话 会走路 而且天生智力非凡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既没有哭 也没有闹 而是用双脚稳稳地站在地上 一只手指着天 另一只手指着地 过了一会儿 他迈开双脚 绕着屋子走了七步 两只眼睛望着前方 接着他就大声地说道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意思是 普天之下 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受到尊敬 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 都非常惊讶 唯我独尊这个成语 后来被人们用来形容有些人极度高傲自大 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小朋友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周围的人 一定要谦虚 谨慎 可不能唯我独尊哦 好了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成语故事吧 再说